桃花是很重要的,當然今年也是桃花年,因為桃仔是桃花都很旺 桃仔年就是桃花年,桃花年也代表今年是全世界性 如果要進步的人,你一定要教好什麼?教好你的人際關係,教好資源的整合 因為桃花代表人員,桃花是很重要的,不管你是做銷售也好,你是打工,做生意也好 如果你沒有人員的話就會少貴人,就會少人幫你,所以人員其實是很重要的 桃花是很重要的,基本上我們都會說,我們去吹這個桃花 吹這個桃花呢,怎樣去吹?這個我們就是,我用簡單的方式 今天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我簡單大家可以明白的方式 是什麼呢?就是用不同的生肖,你在不同的家裡,家裡的方位 你擺多一點東西,都是有幫助的 我們就說,第一個組合,有四個組合,因為有東南西北 東南西北,這些四個方位 第一個組合是什麼呢?就是老虎、熟馬、熟狗的 老虎、馬和狗,你們的桃花位在哪裡呢?在東方 這個是永遠的,總之是熟老虎、馬和狗 這個桃花位在你家裡的東方,那要怎麼做呢?在東方呢 就擺,最好的其實是真的花 當然真的花幾天就借了,就被民主理了 這樣就千萬不要擺假花,記得嗎? 假花就是有,真的就是爛桃花就是,人家對你就是虛情假意的 這個是假的東西,不會是假的,你可以擺一幅畫 一幅靚靚的畫,或者是一個照片都可以 但是這個畫呢,不可以是那些抽象的畫 一定這個花,畫得很漂亮的,很有生命力的 這個很重要啊,不要擺那些花像標姐那樣,就真的不好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易經來講的,是一個象來的 這個象其實是會影響我們人的,不理心理上來好 不理運氣上來好,不理運氣上來好,也會影響 所以很漂亮的花,多少朵,無所謂的,OK? 總之很漂亮的花,或者很漂亮的花的照片 顏色很鮮豔的,很有色彩的,這樣的花 畫是最容易處理的,甚至乎在那裡點蠟燭都可以的 都可以引動到這個桃花的能量 對於蠟燭就比較麻煩一點,不可以長時間點蠟燭 所以如果有的人真的要用真花的話 很需要在那個時間點,或者那個星期 很需要桃花,可能需要見一些很重要的人物 放真花是可以的,因為蠟燭的能量其實是最好的 只不過要注意,如果那個花開始凋謝,就一定要拿走 不可以放在那裡,OK? 第二,就是如果那個花有水的話,那個水一定要乾淨 一定要乾淨,好的,好的 教育方法就是另一個生肖 另外的三個生肖就是屬豬、桃和羊 那個豬和羊呢,你的桃花在哪裡呢? 在北方,你家裡的北方,OK?記得 這樣屬於這個猫猫的,老鼠的和這個龍就在西方 西方,OK?這樣整個雞牛就在南方,是這樣而已 這樣就在不同的生肖呢?你就在不同的地方 就放一些東西,我最方便的就是放一些畫 它就會幫到土派,這樣的意思 都挺有趣的,這個東西 其實乾花可以不可以呢? 乾花其實就是可以說是借了那個花 只不過處理乾氣,其實都不是這麼好 不是這麼好 因為我們要的是那個生命來的 所以增加是最好的,這個是生命來的 這樣的意思 如果真的沒有,我們取的是象 這個象就是我的畫象,照片都可以 這個非常有趣 說到這個層面就很想知道 因為我認識的朋友 都好像有些知名人士 近年就突然走入源頭這個行業 除了他自己 又認識了太風水命令 又當起老師,教師授套 其實我想知道為什麼 我好像記得那篤里都是半路出家的,是嗎? 是啊,我覺得是 二十幾歲開始學 當然這個是一個我叫做大趨勢 這個趨勢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我剛才有所講到的 就是火雲 就是火雲,因為火雲代表人的心靈上會空虛 心靈上的空虛 或者心靈上又會遇到更加大的問題 因為動蕩 更加多的問題 那更加多的問題 那更加多的問題呢 就肯定需要一些意見 需要一些不同的能量的一個輔助 所以為什麼願學會是一個大趨勢? 所以其實世界性至少是四五年前已經開始 而且這方面的人是越來越小的 年輕化的 以前可能是比較老一倍的 我叫做路師傅 但是現在不是了 現在有很多 就好像我們全世界都有學生 那麼我們所謂的學生呢 其實最小的十七歲 最老的有七八十歲都有 最小的十七歲就開始學了 所以二十幾歲的其實很多 很多 就是這個人需要去更加多的資訊 去掌握我們自己設下你的一個命運 這個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希望 你知道好過不知道 你知道 你就知道你什麼時候應該做一些怎樣的東西 什麼時候應該做一些怎樣的一個政策 你覺得這個人會有進步 或者他會成功 是不會的 因為他本身是想知道的 所有東西 都是負能量的東西 真的不發生都會發生 因為你一直想著去 為什麼 所以我說 知道你的命是很重要的 重要的是 我要知道我接下來應該怎樣去做 怎樣去改變人生 怎樣去改變我身邊的日子 甚至於改變整個世界 這個就是我們要知道的一個原因 所以願學其實是一個大數據 這個跟神鬼沒有關係的 跟宗教沒有關係的 因為很多人不是很清楚 我覺得願學的人 你懂得捉鬼的 其實不是的 我都不懂捉鬼的 就是願學就是一個學問 從我們老祖宗記者前前 從這個逆經開始 是一個大智慧來的 就是我經常說 陰陽平衡的一個大智慧 其實願學的開始逆經 不是給我們占卜 占卜 不是這樣的 它說的是一個 這個宇宙的一個能量 和宇宙的一個大智慧 經過這幾千年到現在 叫做什麼呢 就是願學叫做大數據 這個是一個世界上最旁邊的一個數據 因為同一個學問 流傳到這麼多年 流傳下來 這樣流傳下來就是八字 簡單說八字 可能是熟金的命格 或者熟金遇到這個 今年的一個天干地支的一個變化 是怎樣的變化 這麼多年來 就有很多不同的人 有這樣的命格 他的變化 就是一個數據 所以為什麼 願學方面 會有所謂的越來越準 這個就是一個數據 所以變成了 各方面就會有很多不同的人 都開始去教遠學 當然這個是很好的 好事來的 只不過 我說一件事 我經常強調的 就是 教遠學歸教遠學 首先一定要 你的學生 一定要清楚 你的心要靜 如果學遠學心不靜 你會害到別人 你用你所有的東西 因為別人相信你 你會害到別人 或者不只是為了賺錢 你學這樣的學問 其實是不好的 最好 最重要的就是 心首先要調整 要調整好我們的思維 怎樣去留這件事 怎樣去向善 去幫人 這樣你只是學怎樣 因為二學 你可以知道的東西 其實是會比一般人更加多 嗯 這個意思 你所說的 害到人的意思 是不是說你 譬如說你知道 別人的八字 可以做到一些東西 當然八字是沒有這麼容易做到的 其實那些是屬於什麼呢 是屬於比較宗教類的 所謂用這個八字 去害人 那些落股 那些降頭那些 那些是不同的一個層次的東西 那些不是現行的東西 那些都有一些邪教這樣的東西 那些是一種不同的 那些是一種不同的 我害不到你的 OK 只不過 我怎麼說害人呢 有些人 因為 好像一個大師 或者一個師傅 因為別人會相信你 第一 是什麼呢 你可能 你可以得錢 你就隨便說些東西 隨便賣些東西 然後又收貴貴 這個都是害人 或者 可能別人 今年的命是好的 你又說到不好 所以不懂得看 那你又不懂得說 那你不懂得說的話 你會害到人的 因為 你說的時候 人家覺得 哇 今年你會有很大的意外 今年你會有一個很大的結 你很難過 你覺得這個人聽到 他會怎樣 可能會自殺 覺得人生沒有希望 是啊 如果他相信你的話 他真的會 你所說的東西 他會記在心裡 如果原本這個人 已經是很有負能量 已經是很不開心 已經是 可能有這個抑鬱症 已經是很不開心 去找到這個師傅 這個師傅又說 你今年肯定會有很大的災難 你覺得這個人會不會有問題 會有問題 會有問題 所以原來香港 為什麼心要靜 要有正能量 要帶給人希望 要帶給人希望 永遠要帶給人希望 而不是 是說這些東西 是客人 代表自己 很有能力 代表自己 怎麼說 就是說 你是說 你說一些 可能都不是這麼有根據的東西 你客人 無故能量 至乎一些更加嚴重的 我們講的 騙財騙識 當然現在沒有這麼嚴重 之前會比較嚴重 所以有很多人 對於原學家 或者是那些所謂的風水師 可能看法都不是很理想的 之前的年代 因為就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講到這件事情 其實你創辦了原商後院 是不是都會基於這一點呢? 你想做這個 是嗎? 我想知道 很有興趣想知道 原商後院的原理是什麼 你學習的目的是什麼呢? 如果學生學習了之後 會帶給它們什麼變化呢? OK 其實原商學院 基本上就是 院學 和商業學 市場學 心理學 種種 科學 種種的一個結合 所以我最重要的第一個目的 當然是希望去幫助更加多人 因為其實我所教的 未必就是風水八字這麼簡單 最主要就是我所說的 就是人生的一個大智慧 你要怎麼去過你的人生 這個是更加重要的層次 OK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原商呢 因為中華很多不同的學問 我們就將所謂幾千年 這個古老的學問 我們中華文化的所謂的原學 將去現代化 因為現代化很重要的 好像剛才說的 現在是越來越多人去學這個原學 這樣現代化很重要 我們不可以用幾百年前的一個想法 一個社會的狀況 你看回現在 不可以的 比如說以前都沒有車 也沒有高樓 也沒有電話 所以整個世界是一直在轉變的 我們這個轉變裡面 我就希望更加多人會學這個原學 其實學原學是什麼呢 第一你可以去改變自己 因為你知道怎樣去做 第二你可以幫更加多的人 就是更加多的福度 這個就是我要創辦這個教育的最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就是希望更加多人去改變自己人生 尤其是現在比較年輕一代的人 年輕人 因為很多現在的年輕人 其實因為就是一個火的問題 會令到他們更加沒有方向感 更加對自己人生掌握不了 所以有很多人都開始 怎樣說 比較像我們以前的年代 這麼努力 或者甚至乎想賺快錢 甚至乎做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心靈上的人性的轉變 如果世界有更加多正能力的人 或者是軟學家 因為為什麼軟學家這麼重要 是因為人家會相信你 基本上你所說的事情 會有多少的影響力 因為人家相信你 那人家相信你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好的東西傳達下去 這個最重要 所以這個也是我創辦這個學問的最重要的原因 因為人生其實是選擇題 我永遠所說 你也會說不定 你永遠都可以改變自己人生 因為有些人說 你明顯是定了 你的命運一輩子就是這樣 你又不能改變 不是的 是可以改變的 當然 我們的命格是有一個定律 只要我們抓到這個定律的話 我就可以改變 抓不到就不會改變不到 這個就是當然了 所以如果人是可以改變的話 那麼人就充滿希望 充滿希望 充滿希望之餘 那麼怎麼去成功 是不是需要你知道更加多的東西 你需要更加多的策略 更加多的這個 所謂的我們的武器 怎麼去我們在這個社會打拼 這個就是我做了這個學問的訓 所以裡面就會教到很多這方面的策略 你應該怎麼去行 怎麼用這個武器 然後遇到問題的話 怎樣去面對 怎樣去解決 這個就是所謂的智慧就是在這裡 你這樣說 是不是6號集的人會好適思維的轉變 和自我提升 和找到目標和方向 是不是這樣 是啊 是啊 因為知道了 我們甚至可以知道 未來20年 未來30年 將你一個人 每個人都不一樣 未來我的整個能量 是走到怎樣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我知道的話 我現在就可以做準備了 我現在就可以做 我應該做的事 做對的事 那很自然 你知道了你就會有方向了 人最怕的是什麼 就是你沒有方向你不知道 就好像譬如說 舉個例子 今天你開車 如果你有目的地的話 你很輕鬆 你開車的目的地 有沒有試過啊 今天你開車 你就是不想回家 但是你不知道要去哪裡 你的車就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都來都來 是不是人生很沒希望 你沒有方向 所以方向的目標是很重要的 不管大或者小 是非常之重要的 今年我要踏到什麼 我要升職加深 這個也是一個方向 但是目標可以踏得成 我要加深 我要加多少 你要去想 我要加這個數目 這樣你就去做 對的事 去達到你的目標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 面學就是 你可以給一般人 你知道的東西更加多 所以你知道更加多 第一你幫自己 第二你幫別人 你給別人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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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麼意思 十七歲的 對我們來說 是小朋友都利好這件事情 可能都是一種 對未來 想掌握未來 是啊 是啊 人一定想掌握未來 一定想改變自己 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未知 我真的不知道明天會怎樣 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這件事情 好像沒有方向 是啊 就是你不知道的事情 突然之間發生了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舉個例子 好像這個疫情 COVID 所以我在2019年 我講這個疫情 在2020年開始 會有大爆發 然後會有世界停頓 很大的問題 是沒有人相信的 聽到嗎 沒有人會相信 這個世界 什麼叫做世界停頓 什麼叫做大爆發 我們這一代人沒有見過的 這麼大的這個疫情 所以不相信 你就不會去做準備 你不會去做準備的話 當這件事一爆發的時候 你面對不到 又如何 面對不到的時候 可能是倒閉啊 或者是破產啊 會有很多 或者是很多人 打工也好 突然之間沒有工作 這樣 這個生活就會有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 為什麼知道會很重要 或者你覺得這件事 可能會發生 夠了 這樣我們就要做這個危機的處理 你想一下 如果真的這件事 真的發生的話 我應該怎麼做 或者我現在做了怎麼準備 如果真的發生 我受到的傷害都不會這麼大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縮小來講就是一個人 我當然知道 我可能今年的能量 我會比較多小人 這個小人是什麼地方 是男是女 或者是什麼 其實我們都知道的 那你算到的話 那你遇到這個人 你就要小心了 突然之間這句話很好 原來你已經算到 原來其實是想害你的 那你算到的話 你就要小心 你就可以遇到這個問題 這個意思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人就盡量 就可以走這麼近了 盡量不要幫你講這麼多 我的問題 這樣就知道 你的東西是在海外 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 一生的命運 一出世 你的命運就是這樣了 這個八字在那裡 就是有沒有改變呢 是的 這個也是我剛才所說的 我認為是可以改變的 就是命運 為什麼八字 其實八字是改不了的 因為那個八字本身 每個人一出世的那個時間點 是一生的那個八字 和每一年的整個魂世 基本上已經是鋪排了 這個是一個科學的定律 已經是我們有一個計算法 已經是鋪排了 那個是改不了的 那些字是改不了的 但是當我們知道這個字 代表是什麼狀況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改變我們人生 字本身改變不了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就可以去改 譬如說 這個例子 譬如說 可能今年我會 那個財運會比較好些 事業運會比較好些 跟著 好在哪裏 我可以看什麼方向去發展 或者我可以做什麼的行業 或者我可以做什麼的事情 當你有了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可以改變自己 你就可以進步 或者看今年我可能 我的健康會比較差些 在什麼部位 比如說 我可能今年我的肝會比較差 比我想說 這樣我就會改變 我知道肝會比較差些 這樣我今年我就去做多些運動 或者吃多些營養產品 或者去保養 或者喝少一些酒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就是改變 就是改變 所以我覺得人生永遠是可以改變 可以改變 可以改善也可以改變 總結一下我們這次的這堂課 我上了這堂課 整個總結就是這樣 我總結今天這個訪談 第一 今年是一個我認為是最動盪的一年 可能在這幾十年來說 今年是最動盪的 而這個動盪呢 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但是大家要做好準備 就比如說 我認為今年的經濟會比較衰退 會有問題 會有調整 這樣 所有人 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話 你就做好準備 儲好錢 保留多些現金 不要亂投資 因為比較危險 因為如果你的投資到時候 股市真的大跌 這樣就很大問題 當然如果你是說長線的投資 是OK的 不管起跌 我投資起十年八年 這樣就OK 長線是OK的 所以今年的整個能量 就是第一 都是轉變 我只是說的是動盪 動盪 我們應該怎麼去面對這個動盪 我們第一 保留現金 第二 我們一定要革新求變 革新求變 今年是這樣的一年 不管是什麼行業 不管是打工 做生意都好 一定要革新求變 因為其實這個是應合火雲 未來的一個很重要的策略 誰不變的話 或者誰慢一點變的話 就會被人取代 因為火是很快的 火的變化是非常之快的 所以今天 如果我們願地踏步的話 那個公司 有個公司願地踏步 就會有人很快的就超越來 還有第三個很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這個就是快魚吃萬魚的世界 我們要做什麼呢 就是我剛才講到的 就是資源整合 人緣 人際關係很重要 你的貴隱很重要 你要資源整合 那資源整合 就是不要去破壞 因為有一天 可能你會和你競爭者合作 成為行業最大的 資源整合就是 不可以單打獨斗接入你 因為你很快會被更加大的人取代 所以你又要資源整合 一幫人一起 一幫人一起去做對的事情 這樣力量就大了 這個就是接下來了 我們應該做的部分的策略 怎樣去面對未來的世界 那就是火雲 其實整個世界都有很大的轉變 但是我永遠相信 人類是有希望的 因為火也都代表希望 它代表動盪也都代表希望 是兩個不同的極端來的 是看我們有人怎樣去選擇 怎樣去做 所以我希望更加多的人 看到我們 或者看到更加正能量的 這些人的節目 或者是這個說話 什麼都好 這個想法都好 希望帶更加多的 這個希望 或者是更加多的人生的策略 給更加多的人 那麼這個世界就有得救 就是選擇的問題 就是好 或者說我們的未來要是 充滿戰爭 或者充滿病毒 或者充滿這個氣候的問題 熱力嚴重 或者今天我們希望 我們未來的世界 是天下太地 是人人安居樂意 是活得很開心的 其實我們有得選擇的 雖然現在是遲了多少 因為很多事情已經開始發生了 好像這個病毒這個疫情已經開始發生了 遲了多少 我們應該馬上就要反思 要反思 所以大致世界 細節個人 其實我永遠相信 都是有得改變 都是充滿希望的 人生必須是這樣的 活在世界上 謝謝你 阿多 非常好 很受益 我再問一個問題 你剛才說馬來西亞都有 其實大陸那邊都有 有人擺在銀行幾十萬 突然間不見了 手頭上就擺一些現金 如果這樣的話 你擺在銀行的錢 是不是不安全呢? 是啊 其實相對是沒有那麼安全的 當然怎麼處理這個現金 每個人不一樣的方式 所以銀行方面 都一定要有做很大的轉變 正我講的 因為是火黑金 已經在黑了 這幾年的火都很大的 其實 所以已經在黑了 接下去 明年開始 整個火雲的火更加大 所以真的 如果再不轉變的話 我相信未來的一兩年 就造態了 尤其是現在我們很多人 都是接受這個 虛擬世界的東西 這個數字貨幣 因為相對是安全的 相對是安全的 因為你改不了的 是安全的 數字貨幣 其實在這個虛擬世界 有聽過這個網絡3.0 這個網絡世界的未來就是走到這麼多 就是所謂的現在有人去元宇宙啊 或者是這個NFT啊 在這個虛擬世界裡面 甚至乎你都可以借錢 你可以賣保險 你可以轉漲點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已經有了 所以其實種種的這些事情的發生 都是會改變旁邊的人 一定的 所以一定是要轉變的 是這樣的意思 是的 多謝了 祝福大家 全世界的朋友 今年真的要走低運 更加進步 好啊 好 拜拜 多謝